大家好,我是欢迎三哥,这里是四川自贡的骑龙厂 我在这里赶长,这里是骑龙小学 我们看一下小学周边的情况怎么样 今天是小学报名 然后这个小学旁边有一个小饭店 也是人非常的多 我们来看一下骑龙小学的报名情况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些家长带着学生来报名 二年了 你不叫小学或者中学吗 只有九年之前 他前面有些四川 整个名字叫她的名字 叫这个 小学和中学 因为那四川有小学 有的那些初中 全部都改了 我看灰龙那边没有改 还是叫中西小 灰龙正对 是小小的初中 对对对 以前叫什么名字 以前的地方叫齐龙 中西小学校 中西小有初中没的 但是但是也有初中 有初中啊 好谢谢 现在这个学校 已经叫做九年制学校了 不叫中西学校了 这里是齐龙正的九年制学校 这个名字有点扰口 这个蛮奇怪的 是从小学到初三都有 看一下这些家长 都带着孩子来帮你 齐龙正几年制学校 都帮完你的孩子出来了 今天正好是齐龙正感肠 所以这个比较热了 好咱们来看一下 这些学生要交多少费用 哎娘娘可不可以裁缝呢 你这个孩子是上纪念纪呢 那都要上一年纪 一年纪要交好多钱呢 我不下来玩了 那时候就交了 好吧谢谢 几年纪啊 你们来交多少钱呢 730 730几是啥子 好是费吗 是啥子费 生活一号 书后那个 什么生活费是不是 不是 哎呀 一年纪七百多块钱啊 嗯 七百多块钱啊 啊 七百三十 他这个孩子呢 一年纪啊 七百多块钱 是生活费和这个资料费 我们再采访一个呀 那你好那个姐姐 你们那个娃娃上线 幼儿园吗 你交好多钱呢 是不是 你钱多 交你钱多啊 好谢谢啊 好了 齐龙九年日学校的视频呢 我们就拍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